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是自己也想吃 就是啃不动了 牙不行了 啃不动了 那要是鸡翅没有骨头了 您是不是就能吃了 那当然 但是现在不能让它吃 因为它正在换牙 不能啃 那要是鸡翅没有骨头了 是不是就能让它吃了 嗯 那是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啊 买鸡翅了 是啊 你不是爱吃吗 过两天再做吧 今天吃不了 整口腔快扬了 疼着呢 这哪敢啃呀 嗯 我明白了 我错了 我不能光想着我自己 快说了 我有的时候也会犯那个口腔溃疡 你也有啃不了骨头的时候 哎 我已经认错了 你还不赶快说说方法 很简单 很简单 我有两品要求 你说 第一 不能损毁菜刀 第二 不能太费事 你是担心砍骨头 对对对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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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特别省事 这就叫鸡翅抢去骨 看你准服 到底服不服 看完我做主 行啊 方法呢 特别简单 一共两个步骤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鸡翅 您看 鸡翅上面的两根骨头 大约是这么分布的 下面呢 就开始操作了 第一步 切口 我们要在两根骨头的连接点 就是这两个位置 就切一刀 因为我们没有切到骨头 所以这么做对刀啊 没有任何损伤 看 这样就有两个开口了 直接鸡肉护火焦 是鸡翅的第一个优点 切开以后啊 要给鸡翅松松鼓 握住一根骨头 这么来回转一下 这样就呢 是为了让骨头分离 方便一会儿往外转 这根鸡肉护火焦 这根鸡翅一样 捏住 转几下 好了 准备工作做好了 下面呢 进行第二步 去骨 拉住骨头的这一头 有个劲儿吗 该转 看 骨头就这么轻松取出来了 很完整 没有骨头渣留在肉里 去骨干净不留渣 是这招的第二个优点 看明白了吗 我再做一遍 首先 在鸡翅两端的骨头连接点上 色切一刀 然后来回转动 缩骨 最后 来转 这个手法可能一次掌握不了 没关系 多做几次就熟练了 骨头留下的缝隙 让这些鸡翅在烹调的时候 更容易入味了 今天咱们就做可乐鸡翅 去骨以后 骨头的时间都比较多短了 尝尝味道 嗯 香 吃着痛快不吐骨 是这招的第三个优点 除了普通做法 这去了骨的鸡翅啊 还有新吃法 做荷包鸡翅 往鸡翅里 塞点香菇条 火腿条 黄瓜条 再加锅子 这就是三千合包鸡翅 还可以往里面填入芝翅后再烘好 这就是诱人的芝心鸡翅了 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开发出各种不同的吃法 花样翻新吃法多 就是它的第四个优点了 这就是鸡翅去骨好容易 不住骨头好惬意 原来去掉骨头还能多一些吃法 这样烹调的时候也更容易入味 我觉得这招老人们一定会喜欢 这牙口不好 最稠的就是骨头难啃 年轻的父母也会喜欢的 你想这个骨头去的彻底 才好放心的给小孩子吃 有道理 不过我想给你替代意见 这以后再录妙招的时候 一定要想着把那成品带来 让大家伙看看 我也可以替大家伙尝尝 以后这句话才是你最想说的 你听出来了 你听不出来 就惦记着吃 也不问问我什么心情 我是一丁点的烹调基础也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这招特别复杂 我全不会 一点也不复杂 我现场就能帮你交汇 来你跟着我做 首先两头刻一刀 嗯 两头刻刻一刀 好 接着给它松松骨 嗯 松松骨 嗯 就像这样 嗯 好 松骨 这边完了 还有这根呢 嗯 这根接着松骨 然后扭着劲往来拽 你得吃点抢劲 你往外拽 嗯 出来了吧 这根出来了 接着拽这根 可是拢着劲往外拽 别着急 慢慢点 往外拽 嗯 嘿嘿 看看 看我这去的多干净啊 看看看看 翻过来看看 一点骨头汁都没有 这不是取出来了 简单 得意什么呀 这鸡翅 这有生物 这就有熟 这卖熟鸡翅的地方少吗 还是买的人少吗 问 这熟鸡翅的骨头 能取出来吗 你更没问题了 看着 两个尿罩不分相熟 统统去干净 没看清楚 再去一看 行 那还有好几个呢 都去了 都去了 哎呀 我好想跟胡柴同志 换换工作呀 他老能吃上去 经常吃的 是吧 我跟你说 都怪你 怎么怪我 讲的一点都不周到 特别影响我这录像的心情啊 记住了 你看我凡是介绍什么吃的 我就带什么吃的过来 我跟你说 还得保证吃熟了 保证你吃美了 吃舒服了 吃顶了 是吧 谢谢下面的内容吧 你总算想起这个事了 哎观众朋友我们想想看啊 既然能给这个鸡翅去糊 那我们就可以给水果去糊 嗯 等待着我去冒险 啊 我喜欢酸的天气就是真的我 每一天的欲望都非常新鲜 我脱皮的悲惊 我喜欢酸的天气就是真的我 新生气的我 有一点点自恋在我们的世界 等待着我去冒险 怎么样 这么多好吃的你吃饱了吧 呃 我只能说是饱了眼符 那下次让你饱口 啊 那现在呢我就让大家饱饱我的眼符 那行 看啊 今天的小魔术呢 依然用的是昨天的小挂罪 绿色的小挂罪 然后我带来的这个小盒子 嗯 大家看好 小磨盒 小磨盒啊 里面没有东西是空的 然后把它放进去 挂罪放进去了啊 嗯 在里面呢 在里面 对吗 嗯 那么刚才我已经给大家展示了 这个盒子里面呢 它是空的 放进去之后 这里面呢只有一个挂罪 但是当我把这个小磨盖 检查一下 这小磨盖我得看 小磨盖盖上去之后 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啊 就发生了 这呢 怎么变的呢 嗯 我们把它盖上 盖上之后 还不行 听了吗 听了吗 现在有事 但是当你把它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 哎 哇 这儿呢 在这儿呢 又出现了新鲜的东西 那就是 睡睡 诶 改成翡翠探了 今天的魔术好神奇啊 怎么回事呢 如果我不把泥底告诉您 我敢保证 您就是猜不出来 是 看 小翡翠的坠子还在这里 但是 您说 它怎么就可以变成水了呢 注意 盒盖盖上之后 效果是这样的 可以 那么 这短了一块 下面就可以事先 藏上一点水 把它 倒出来 这里是妙招大探牌 有招您就来 我是张岳 我是黄威 非常感谢您 收看西安红为您编排制作的 加油妙招 再见 再见 尊受大家喜爱的加油妙招 又出第三个新书了 主持人张岳黄威 将以2008年12月21日 写新书 与秦皇岛与您面对面交流 敬请关注 他们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见证人 参加者和推动者 他们为改革开放做出了历史贡献 今天他们用自己离退休后的丰富生活 重温改革开放的伟大 演绎多姿多彩的人生 明天请收看老年乐